红海入股夏普之后布局的动作很大 外传说年底要大局的推出60寸的夏普电视 只卖台币不到3万块钱 这个破盘价比起60寸电视的平均市场价格 还要低1万左右 由于三星也要推出新型的60寸电视 苹果ITV也传说要上市60寸 3万块钱的这个破坏性价格 除了影响大尺寸的电视 主流规格32寸跟40寸的电视的库存 也全面都被迫降价 虽然现在传出来说红海劳董震怒 说没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种破坏性的价格消息出来 已经让各大面板大厂严正以待 毕竟电视越卖越大 60寸是目前多数家庭使用的最大尺寸 拜托红海董事长郭台铭 打算打响夏普链第一炮 就要先退出破盘价 原本夏普60寸电视 原价大约4万2000元 未来恐怕不到3万 就能入手 卖场业者看好 因为以目前60寸一斤电视来说 假设夏普卖价不到3万元 对照韩国三星要5万元以上 其他品牌也要4到10万 但唯一的问题 卖价杀红了眼 大尺寸的液晶电视市场 恐怕有限 以目前全世界今年卖出2.1亿台的液晶电视 55寸以上的超大机种 只有一千万台 也就是说超大机种的销量 只有不到5% 为了增加业绩 像是机场这些需求 大型显示器的地点 外船也成了红海拓展的目标 外船红海还特别成立专责小组 一方面也是迎战 苹果ITV和第四季三星将推出的新型大尺寸液晶电视 为了提升夏普时代厂产能 郭董投入市场震撼弹 未来恐怕32寸和40寸电视都得被迫降价 虽然目前破盘价的说法 红海方面不承认有这种报价 但传言盛销成上 已经引发面板大厂神经紧绷 今天新闻 去小沛王宗翰台北报道